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涉及在戏指 瑞芳 万里 金山 平溪 双溪 共聊的乡亲 就在12月16日整天投票 然后你可以站出来 不管是挺还是反 都可以表达你的意见 这也就是他们当初把罢免的门槛降低真正的用意 那台湾到底有什么是一致的 不是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吗 一个很重要的诗人 九十高龄过世的余光中 但是他过世的当天 竟然太阳花的王毅凯 在脸书上面写 写戏后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台湾人的风景呢 而黄国昌也好 王毅凯也好 这都是太阳花的时候 占领国会 其实占领国会就是政变的 那政变之后 他们声音越来越大声 越来越大声 可是对于真正台湾人的问题 有解决吗 没有 还制造更大的问题 台湾现在用肺来发电 用肺做吸尘器 不但这样子 而且油电可能更高涨 这样子的生活 到底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台湾人面对日本人 双膝就跪下来 这是真的吗 在日剧时代五十年 有多少抗日英雄 都淹没在历史里面 今天我们要介绍林少猫 今天跟我们一起打拳的 董哥 董志森 大家晚安 中国时报市长王峰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事先 大家晚安 资深媒体人张有化 大家好 国会处理郑兆新 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非常厉害的王毅凯 竟然在脸书上面写 死好 然后之后有人劝他 不要这样子 他还写说 有人劝我不要这样写 但我还是坚持 我不要改 因为他说 余光中是白色恐怖帮凶 然后有些人等不及 转型正义就走了 也有些人等不及 该被转型的正义 也先走了而已 这样子的王毅凯 我们应该到底要怎么看 施诚 我记得罗志强在前两集 我们都讲南京大托杀 他讲过一句话 就算你不当自己是中国人 你总有人性 只要有人性的人 对于王者都会表示尊重 王毅凯你上次选举没有选上 竟然用这种方式 余光中是个亚洲著名的诗人 他的乡愁大家都知道 还编入教科书 什么叫做白色恐怖 他请问一下 余光中跟白色恐怖有什么关系 就是为当初的文学论战 不管是因为文学论战 而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余光中只是被迫参战的 一个文学家而已 请问他跟白色 这种所谓的白色恐怖 有什么关系 我举个例子 当年王作荣跟蒋朔杰 因为利率的关系 也发生过论战 经济学的论战 因为利率 蒋朔杰是希望高利率 然后王作荣是希望低利率 如果其中有一个人被抓去关了 他说 那另外一个就说 你是帮凶 你是故意让他去坐牢的 这是什么样的逻辑 王毅凯的论述里面有两点 第一个就是说 余光中他是白色恐怖的帮凶 王毅凯可能要 真的要拿出证据来 才能够摘这个话 第二个 他说因为这样 所以他就可以讲戏后 那台湾的社会 应该对这件事情 对他的发言 应该有一点 应该有一点公平吧 那当年余光中 参加了一个 什么样的文学论战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每个社会都有文学论战 不管是哪一国 那就是你觉得 你这样的派的写法 我这样的派的写法 大家来打比赞 这不就言论自由吗 不就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不就是你民进党 口口声声要的吗 当年1977年的时候 唐文彪 余光中等等人 他们互相产生了一个 乡土文学论战 什么意思呢 当时有些人觉得 像余光中这种人 太西化了 走现代主义 然后呢 你应该扎根在 台湾这块土地上 应该写实一点 写一点农夫啊 写一点工人啊 写一点什么 那各有各的说法 所以就产生了 乡土文学论战 好 余光中 他们说他比较现代化 比较西化 然后乡土文学 另外一派 黄春明 够本土吧 黄春明是本土的 乡土文学的大咖中的大咖 结果呢 黄春明 余光中被骂戏后 黄春明呢 在2011年的时候 去演讲 结果就碰到一个非常毒的叫做蒋维文的人 那黄春明是说 他在演讲说 这台语文写作 这个里面值得商榷啊 结果蒋维文就举了大字报 不但举大字报 站起来 还打断他的演讲 还骂黄春明可耻 黄春明非常气 然后就说 你凭什么说我可耻 我以前在做什么事后 你还怎么样 你凭什么 非常气 黄春明非常气 情绪很激动 所以你凭什么这样讲 你根本就是会叫的野兽 悲哀 结果蒋维文还去告了黄春明 最后黄春明无罪 蒋维文当时举的牌子叫什么呢 他写 台湾作家 不用台湾语文 却用中国语文 中国语创作 可耻 可是这个我们的 我们做错了 因为这个牌子 他其实当时举牌 是用简体字写的 当时他是用简体字 而不是繁体字 我们把它更正为繁体字 好 同时他另外牌子 另外一边写 你看得懂吗 这叫台语 白话字 就是罗马平衣 拼闽南语 然后蒋维文就说 不是闽南语哦 是台语哦 董哥 这两个人 当年论战的两个人 于光中被台独 王一凯 够台独吧 被王一凯叫戏后 黄春明 另外一个大咖 被蒋维文 说可耻 你不觉得 很奇怪 台湾病了吗 台湾病了 是因为 很多小咖的人 知道怎么去挑战大咖的 让自己的知名度高嘛 他们谁啊 他们是谁啊 所以我们现在讨论他 大家就知道他是谁啦 他上一 王一凯上一届 选台北市议员 三年前 才拿几千票 漏选 那他以为他参加太阳花 就会当选 结果没有票啊 那他现在挑战 宜光中 用 下士 一般 中后的台湾人 不会讲的那种话 用正常人类 对 正常人类不会讲的话 他用出来讲 那大家就觉得很 就会注意 他叫什么名字啊 那蒋维文情况一样啊 有谁认识蒋维文 可是他评舍 他这样子的人 他竟然是成大的副教授 是啊 成大也没有浅证 他也没有成熟他 你知道 成大的前名叫什么 叫成功大学 为什么叫成功大学 为什么 因为要计恋正成功啊 你知道 计恋正成功才叫成功大学啊 蒋维文怎么 有那种羞耻心 怎么敢在那里教书呢 对不对 郑成功反亲不平 当然是大陆人啊 当然是大中国主义者啊 大中国主义啊 所以他还一路攻 从长江一路打 打到南京一路要打 要把 清朝政府把它攻下来 要统一中国 他是要回去统一中国的 但是你今天看到 黄春明大名鼎鼎 他是个相赌作家 而且 他写的东西 在台湾几乎没有人没看过 蒋维文 董哥 是希望把我们台湾人以后写作要用这种东西来写的 他可以干内政部长啊 我们内政部长五年以后才想到说用楼马拼音来弄文的字 被黄志弦拆穿 黄志弦五年田就应该建议让蒋维文当内政部长 我的错 是啊 所以你知道台湾社会它就是个畸形社会 变态社会嘛 很多小咖的人 他说你只要大咖的人 出现了他们就去做一些动作 所以有人就去丢马航酒的鞋 丢他的书 然后就哇爆响大饼 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嘛 王波大哥 我觉得现在台湾最变态的地方就是在社群网站 那这个社群网站啊 非常粗暴 使用非常粗暴的语言 可是呢 我认为脸书啊 往往不会去处分这些粗暴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人可能他都不是用实名去登录的 那所以这些人在网路社会啊 网路世界里面挑动各式各样的民粹的情绪 然后他就一溜烟就跑掉了 那我觉得像王一凯这种人啊 我觉得他根本 我们根本不屑一顾他 因为我们非常清楚 其实像余光中 其实他早年 比如说在文学论战的过程当中 不管他站在哪一边 我认为他就是纯粹的文学论战嘛 文学思想的不同 彼此之间的一种基于理念 基于文学概念 所以呢 他们之间在以前没有社群网站 以前是在报纸上打笔仗嘛 打笔仗有错有罪吗 那是过去的事情吗 有罪吗 那我认为民进党或者说是一些绿营独派的人士 这些人最喜欢拿历史人物 或者是历史的事件 拿出来鞭尸 或者用铁拳挥过去 挥向历史 那其实他现实的问题不顾 因为民进党当局对于现实的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台湾的现实问题太多了 他们没办法解决 只能去解决历史问题 可是历史问题 哪是这些用民粹的方式去解决的呢 他扭曲历史 然后假装解决历史的问题 因为现实他实在没有办法 什么样的现实呢 现在民进党因为反核 反到疯狂了 然后现在所有可以烧的东西 都要拿来烧来发电 所以他现在说要燃气燃煤发电 那有比较安全吗 2017年12月13日 奥地利配器站爆炸 意大利进入能源紧急状态 2017年11月3日 印度北部火力发电厂爆炸 16死100伤以上 2011年3月14日 日本福岛东北电力公司火力发电厂的 重油油罐爆炸 引起火灾 2016年6月28日 美国密西西比州天然气发电厂爆炸 2010年2月7日 美国天然气发电厂爆炸 破坏威力巨大 有如大地震 五死十伤 只是危险而已吗 不只是危险 飞核的代价 不只是肺癌 油电双掌 也要开始了 怎么说呢 11月15日 环保署副署长张 詹顺贵说 因为能源转型 未来八年火力发电 电量要增加100亿度 但是透过提升房屋设备 发电能源会从燃煤型 转型为燃气 空污可以减少 那赖清德说 中火燃气发电 要提前两年 在112年完成 然后12月15日拍板 要稳定发电量 燃气发电 可不受空污法 跟环平法的总量限制 但是呢 你这些做只是 治标不治本 但是油电双掌 开始倒数 因为沙烏地阿拉伯 跟俄罗斯达成减产 延到明年底的协议 加上页岩油的业者 也因为油价稳定 有助于获利 明年油价走势 看升 所以油价一涨 当然你就开始涨了 台中火力 跟高雄星达火力发电厂 被地方治 市政府减煤 改用比较贵的天然气发电 以减少空污 那比较贵 当然你的电价也就会涨了 12月12日 奥地利天然气管道 爆炸起火 从那个枢纽 往意大利的天然气 供应被切断 意大利就宣布 进入紧急状态 我们这个国家很奇怪 你看 基载本来是最便宜的 核能跟煤 我们现在用最贵的天然气 这是非常贵的 非常贵 这是目前最贵的 那我跟各位比较 天然气比上核能 它是几倍 4.10倍 所以我们政府要用 我们当初油电双掌的钱 来cover掉 然后在选举前把它结束掉 我最后讲 现在政府带我们怎么走 我跟各位讲 各位有没有看过 这个海底总动员 除了这个爸爸找到NEMO之外 一些热带雨也跑出来了 热带雨跑出来了 后来到了岸边 终于离开那个水族箱 然后是呈现这种状态 看到没有 他们是在塑胶袋里面 然后最后 这玩具总动员的 Ending的那个台词 叫做Now What 这就是我们台湾的主境 你根本带不出 根本我们这个台湾 就解决不了这个困境 就是民意党现在干的事情 扎欣 是啊 这个蛮妙的就是说 现在是想要用燃气 来取代燃煤 可是我们现在状况是什么 第一个燃煤它到底安不安全 刚刚我们举到一大列例子 但是大家记不记得 在311大地震的时候 有个地方 叫气仙早逝 那边就是因为有这个燃气发电 结果整个大爆炸 几乎是整个灭村 灭村 这个整个灭村 比那个死一两个人都严重 我们还不是没办法想象 台湾如果有个村 因为大爆炸被变是什么样的状况 连包含日本 都说中国大陆最近20年来 实在是发展得太快 这也打破了德国的魔咒 德国说你20年内绝对搞不好 结果大概让我算算 大概只有14年的时间 也订是个季节 敌兰